小兄 我們這一集就來聊聊 告浮球的乾貨吧 這一集 乾貨滿滿 前面幾集沒看的關係 這集一定要看 我們今天就來講講 這個手的這個路徑 很多球友不知道 正確這個手的路徑是怎麼走 那我今天就來告訴大家 正確的路徑 是永遠不會碰到前面這條線的 假裝這裡有一條線 你在做上幹的時候 你永遠不會去碰到它 你是永遠不會碰到它的 像這樣 但是很多球友在做上幹的時候 他會肩膀沒有在做轉動 或是他的肩膀有轉動 但是他的手會去提他 會變成往上提 那這個會造成呢 你下來的時候 會變手開抖 會變手開抖 因為你手已經凸出去了 就表示你這個乾頭 他已經往前移了 那手開頭的機率就更高 我們再這樣講 如果你乾頭已經往前移了 你勢必要在下幹或是上幹某一個地方 把它拉回來裡面 你才會正確擠掉球 我們在做這個拉的這個動作的時候 這會造成什麼 球會slice 其實你去看 如果那個人一直打slice 第一個就是看他手的位置 手前半段上幹的位置 我感覺說10個裡面8個 都是這樣上幹 都是這樣上幹 我只要一看上幹我就知道 他完蛋了 這個球一定往右邊去 怎麼去讓他做到這個呢 做到這個正確的路徑上面 我們在做上幹的時候 手 讓他自然的放下來 讓他自然的放下來 只用胸口去做動作 這樣子 所以我手是完全沒有力道的 我只是跟著我的 跟著我的胸口走 他永遠永遠不會碰到前面這條線 除非你去 這樣子 你太在意上幹這個動作 你心裡還在想什麼 心裡還在想說 你的手 不能上超過肩膀 讓他是 跟在你的腰旁邊的 的感覺 這樣子 他就永遠 不會碰到前面這條線 那你下幹的時候 他也會在正確的路徑上面 他就不會是 幹貨 幹貨滿滿 真的幹貨 所以你的幹貨沒了嗎 沒滿滿就這樣 沒有滿滿 只有一個 我發現滿多的 就是 引甘到一半 就是會有 翻手腕的動作 說 這個翻的 對對對對對 那 那我們再來講 另一個幹貨 就是 手腕該怎麼正確取完 我這樣解釋給大家聽 這樣會增加速度嗎 不會 那這樣會增加速度嗎 不會嘛對不對 這是滿猶豫的 所以呢 我們在做正確的手腕曲腕的時候 我們這個幹貨是不能讓他這樣 翻的動作 絕對不能翻的動作 一定是讓他 這樣子 那我們怎麼去檢視 就是一樣 我們上到 球肝跟地面平行的時候 你去看一下你的肝面 他是不是 跟我的脊椎 的角度 是一樣的 你看 他是不是一樣的 這樣就表示是正確的 他不能是這樣 我因為我脊椎不是這樣 那不能是這樣 我的脊椎也不是這樣 所以 讓他去看 再來我們要怎麼做 剩下的 其實更簡單 就只是 讓肩膀 往上走 就這樣而已 所以你的手 還是在你的胸口前面 他永遠不會 就像這個樣子 或是這個樣子 我們再學一個更簡單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你的上甘定點 你就先這樣 手先不走 手腕先動 一樣 手腕先動 我們不要有這個 掀開的這個動作 手腕先動 動完之後 手腕固定住 我們剩下 剩肩膀轉起來 這樣子 這樣就會是你 最完美的上甘 有沒有 這裡是平的 乾面沒有打開 拿下來的時候 一樣 肩膀轉下來 就會回到這個動作 完美 好 知道更多的話 來 上個 現在小熊他是在 頂峰 二樓有在教球 然後我會在留言處 留下他的LINE ID 如果大家有興趣要上他的課的話 歡迎跟他聯絡 來排時間上課 那我們今天就很謝謝小熊跟我們分享 上甘的動作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拜拜